剛剛您已經有這個課程之後 就是所謂的教材了 教材了,那您可以進到這個群組 進到這個群組 那我們剛剛有提過,課程比較就是只有教材內容 當然,如果您是在一半教室 你覺得說我用這樣來整理我的教材 其實也是一種方法,用它來上課 跟書尋學有一點像 但是呢,如果您要比較多互動的功能 我通常會建議您用群組 好用群組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因為現在各位只有一個加入的 所以您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可以自己建立 你也可以加入別人的 對了,這邊跟大師講一下 不管是課程訂閱的還是群組加入的 萬一進錯教室走錯門 開錯門不會退 可以喔 進去之後右手邊 有沒有退出群組 也可以退訂 我們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對 對,你可以退出來 來 按建立 好,這樣就可以 我只能跟你講就是 凡事起頭難而已啦 真的 好,你看我盡力了 建來了之後 裡面訊息是不是都空的 這個沒有關係 那你先看右手邊 這裡有一些工具 有一些工具 那我們先從上面這裡 任務這裡 因為我們主要上課就在任務這邊 你可以從這邊叫新增任務 比如說我這裡是第一堂課 第一週 好,那第一週呢 你就從這邊 那麼在群組裡面 就所謂的班級裡面 你有幾種方式可以建立教材 一個 就是從我們剛剛建的單元 你看從這裡 你自己建立的單元 有沒有,我的第一個課程就找到了 好,你建立了 就從這邊 欸,生理學 我有這兩個課程按加入 那麼按加入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喔 請問你要複製還是飲料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完成條件 比如說老師有沒有 你們現在開課有的是 同一個課程 可是我開兩個班 或三個班 可是每一班的進度 不見得完全一樣喔 所以那個教材 我們不是有所謂的過關的條件嗎 比如說你要看幾分鐘 完整版是多少 假設有一班進度比較好的 你可以給他不一樣 那麼如果你要一樣的 跟你當初課程設一樣 就引用就好了 你看我把它引用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如果我是用所謂的 比如說這一個 我加入的時候 我是用複製 你看看這兩個 有沒有注意到後面不一樣 因為呢你是用複製的 你就可以重新來這邊設定 這個教材的這些東西 有沒有完成指標可以改 好那些內容你都可以改 這樣你了解兩個 引用跟複製差別在哪裡了 好如果沒有問題 你就按新增 但是預設都是關閉的 也就是說老師如果 我今天上第一週第二週 請問第五週第六週 要不要給同學看 不要了齁 我一般現在上課是很快 就是準備這樣子很快 我一啪下去整個學期都有 但是這樣會嚇到同學 我們要讓他引他慢慢進來對不對 所以我就給他四五週的課程就好了 所以我會這樣這樣 然後你如果不想要開放 就把它先關閉 先把它關閉 你看我先開放一下 好你看有沒有跟你剛進來 看我的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簡單 好這樣一個 那麼你可以再增加第二個 任務 第二週的 好我就再增加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用這個 你自己建立的 你也可以從哪裡 也可以從訂閱的 有沒有我們剛剛有訂閱別人的 所以別人的教材就是你的教材 你知道嗎 對啊所以我從這裡 你看就把它加入 你有沒有進來的 所以別人的也可以拿來用 再來 這裡有搜尋 如果你沒有訂閱別人的 自己也沒有簽定 你可以找找OneNote公開的 比如說有人在教這個 剛剛老師有找生理學應該是沒有 有 有耶 說中的 好 假設你有找到這個 你先有沒有可以先看一下 是不是你要的 確定你家境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嘿 所以你也可以用搜尋的 那另外呢 他還有一種方法是什麼 臨時的 你有沒有覺得按家建立單位 這幾個好熟悉 也就是雖然我沒有用標準方法 先有課程 好先有課程這樣這個 可是 比如說我這個測驗只有針對這一辦法 我可以用這樣嗎 了解嗎 你也可以再人家 不過有一個小先知要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 因為蠻多人都喜歡 在影片裡面出題嘛 影片出題的功能 目前是只有在課程那邊才有 你在群組裡面臨時增加的這種朋友 就是可以增加影片但是不能出題 好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然有些回去的時候 奇怪為什麼不行 好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子 就好了 一樣 好了就把它新增 這樣就可以 這樣你看有沒有就兩週了 就進來了 所以其實 你慢慢的像這樣就慢慢的 資料就進來了 這裡有個小問題問一下大家 請問這部可不可以調整出去 怎麼調 哇 不能調對不對 請看右手邊 剛剛從這邊增加的是比較 比較單純的功能 你要比較多的從這裡 比較完整的從這邊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調整上下順序 甚至呢其實如果像我平常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上到第二週就順序就好 對不對第二週跳上來 上完課之後就取消 它就自動 照那個順序之後下去了 這樣也可以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直接調是一種方法 好那這樣 那麼也可以從這裡設定 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有給你們看 統計節目 統計節目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就從這邊儲存 這樣子有加入我們課程的 就可以直接拿 就可以來用 所以老師對群組的部分 有沒有一點概念呢 給老師稍微試看看喔 はい